姨父的妻子桑那坐在火炉旁捕一张破帆 外面含风呼啸 汹涌澎湃的海浪拍击着海岸 溅起一阵阵浪花 海上正起着风暴 外面又黑又冷 而在这间 女家的小屋里却温暖而舒适 唐朝大诗人杜甫 有一年在四川成都 造好了一座新房子 杜甫搬进新家 他眼前的景象 在笔下画成了一首 流传千年的诗 两个黄梨明翠柳 一行白鹿上青天 春寒西陵千秋雪 门伯东吴万里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